送你 好 品味大哥 我們聊到送你這件事情 那在你的這個業務經驗裡面 這麼多年的業務經驗裡面 有沒有人曾經拒絕過你的禮物 欸 基本上好像有 但是我不太記得 因為這樣的客戶呢 基本上我也不會再送第二次 是 那第二個呢 這個客戶呢 你以後也不用送 如果他真的拒絕你的話 嗯 那我們套一句俗話來講 這個人應該沒什麼禮貌 哦 也是 所以呢 如果你要送你 結果這個客戶他拒絕 基本上你以後也不要送 第二個呢 他在你的客戶分類裡面 也不是一個 你值得再投入去經營的一位客戶 OK 那但是一般人來講 基本上他不太會拒絕 照常理來講 照常理不會啦 但我遇到一個很很奇葩的例子 哈哈 奇葩 對 很奇葩的例子 我我曾經就是 這個大家知道嘛 反正做業務的人都會去買一些什麼桌曆啊 年曆啊 什麼兒童月曆啊 什麼之類的 那有一次我去客戶的辦公室 大概也 也過跨年了嘛 對 去他辦公室 就聊聊聊天的時候呢 因為你也知道 帕天群旁邊都會擺垃圾桶嘛 對 那我就一看 誒 怎麼我的坐立在他的垃圾桶 你送他的坐立被丟到垃圾桶 哇 我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一看到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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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的東西怎麼在垃圾桶 哈哈 他就說 啊 抱歉抱歉 他就把它拿起來了 哈哈 沒有啦 這太多了啦 很多人都在送 哇 他太多了 他太多了 那我就說 啊 你如果說覺得很多齁 啊 你跟我講 那我就不要送這個嘛 對 那免得浪費啦 那要不然你呢 就把這個呢 轉送給你的朋友嘛 啊 順便介紹我一下 誒 這也是一兆喔 對不對 所以呢 啊 就不要太浪費了 嗯 所以這件事情 後來讓我了解一件事 什麼事呢 這個東西 他太多了 那太多了以後呢 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說 誒 啊你怎麼會放一個 這個 我不認識的一個 什麼 公司的那個 也沒有很 也不是很漂亮 是 沒有啦 啊這個是我們家親戚 不擺上去 不好意思 嗯 噢 我就知道 他有這種人情的壓力 嗯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先去了解一件事情 是 你在客戶 客戶心目中 是什麼位子 他如果把你擺出來 代表什麼 代表 你在他心目當中 是有一個位子 嗯 如果他擺的桌立 不是這個 那你千萬你也不要受 我舉個例子好 你到客戶的辦公室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擺個桌立 一定 那他擺桌立的時候 稍微妙一下 他是擺的是哪個產業 業務員送你 是 那就順便了 在聊天的話題 欸這個業務 你跟他很熟嗎 喔可以這樣子 是啊 欸你跟他熟不熟 很熟啊 喔那你們關係很好 還不錯啊 那你就知道 從這個裡面探尋以後 你就會發現 喔 那你送他這個桌立 可能沒太大的用心 嗯 除非你可以取代他 做更好的 對 或者是你在那個人的 這個心目中 的位置可能更高 所以呢 從桌立當中 可以去洞悉喔 這個客戶 他對 這樣一個業務的喜好 那你甚至還可以去問他說 欸他做了哪些事情 讓你覺得很滿意 喔真的可以這樣做喔 可以啊 那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做業務喔 很多 很多 狀況是你不習慣 單刀直入的去問 你都會去 晚彎末節 去瞭解這些狀況 但是有時候喔 你單刀直入是因為 你很好奇 你想了解 而不帶有 語氣的殺傷力 這樣會比較好 你說欸他做哪些事情 那你覺得很滿意 以後我可以學起來喔 欸這句話喔 對不對 所以 讓客戶他回答這個部分呢 他覺得 欸你這個人不一樣 第二個 他會去 滔滔不絕說對方的感受 這個時候喔 你不要讓客戶那個 那個 對對方的滿意點 嗨到最高 要把他拉回來 要拉回來 要拉回來 拉回來的時候要怎麼拉 欸你剛剛講的這些很棒 那我有沒有哪些在你心目當中 也覺得不錯 喔立刻拿來比較 欸不錯喔 因為在當對方在講到這些 讓他覺得很滿意的時候 你把他拉回來 去做這樣的比較 對方喔 不會去講你的缺點 他又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你哪裡也不錯啊 怎樣怎樣 我說 欸我還有哪裡 可不可以讓我今天 開心一點 哈哈哈哈 好 很自然的狀態 可不可以讓我開心一點 讓我覺得今天 在拜訪下一次的 下一位客戶 我覺得精神百倍 受到激勵 我覺得哪裡不錯啊 怎麼做 我跟各位講 當對方已經告訴你 他對你的好感度在哪裡的時候 就是成交點 哎呀這招實在是太厲害了 所以呢也就是說 當對方已經從 你指字去旁敲側擊 讓對方去感受說 那個人 到底他心目中的位置 有哪些你可以學習 拉到對你的比較之後 他如果說你哪裡不錯 那接下來就可以 談你的想要談的內容 訂單趕快拿出來 謝謝評論大哥 這招實在是太棒了 好 希望對大家有 這個加分的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請幫我按讚評論轉發 我將會製作更多的視頻 跟各位分享 讓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